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认为 俄罗斯可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在美国及其盟友做出反应之前 利用自己的时间距离优势 攻占美国盟友的领土 然后造成难以逆转的继承事实 美国智库要求加强对波罗的海 黑海和东部地中海的监控 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威胁 要预备顶住第一波打击 增强46架侦察无人机在这三个区域 要求战备是一项优先事项 在日益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 全任务部队必须调整状态 以塑造全球安全环境 同时保持准备以打赢战争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 早在发布的2019年度 美国军力指数报告中就明确指出 美军目前战备水平堪忧 尚未准备好应对战争 美军需要陆军拥有50个战斗旅 海军需要400艘军舰 624架舰载战机 空军需要1200架战机 海军陆战队也要有36个远征作战营 但是现在 美国陆军只有31个战斗旅 和海军282艘战舰 同时 美国陆军只有8个旅 处于全天候战备状态 美国海军陆战队规模太小 航空兵太少 两栖作战能力比较低低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称 美国海军和航运业 目前可用于跨洋战略运输补给的船只 严重不足 一旦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事 美军地面作战部队 难以将所需各型武器装备 和足够人员快速运送至战场 以现在的海运能力 美军难以抗击俄军 要求提高美国陆军适应战圈的能力 以及恰当的平衡战备投资 尤其保持预备役部队的能力 在常规与混合战争中 美国陆军必须具备支持联合地面行动 以实施决定性行动的能力 这些能力包括遏制 拒止 迫使与 或击败混合战争威胁的作战能力 美国有这种反应 除了对格鲁吉亚 克里米亚 叙利亚战争 俄军参战和乌冬战争 记忆犹新以外 最重要的是 据俄塔社16号报道 美国情报局给了美国国会 有一份美俄两国遵守军备控制 不扩散和裁军领域协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 美国认为 俄罗斯在2019年进行了核实验 但是 俄罗斯已经否认了这个说法 俄罗斯表示 从1990年到现在 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核实验 近期 在病毒感染在美国超过74万人的情况下 负责保护华盛顿州重要目标的 美军特种部队1万多人 已经开始出发 在危急时刻 保护华盛顿州重要目标 在危急时刻 转移白宫和其他重要目标 到要塞安全地点 美国出动的 包括负责安全保卫任务的 美军老卫兵第三团 善于挖掘地道 隐藏 和在废墟搜索的 陆军特别快速反应部队 负责撤离的陆军特种航空旅 还有应对核生化袭击的 海军陆战队化学生物战应急部队 请不吝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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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注赏